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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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用竹跟脸合起来 又非常具有一种文人的意象的感觉 那我们一边插花 那一边来聊这个铜花 那首先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个 我们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筒呢 我们上段的部分我们称为上格 那下段的部分我们称为下格 那这样两个有可以用来插花的呢 我们称为双格铜花 双格铜花 那我们今天要做上格跟下格 两成的一种插花的义务用 那铜花呢 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个煞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煞拿下来 那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民族 比如说我们用 那个植物中的这个 这个自然的一个阿字 然后用它来插花 然后把所有的花都插在这个里面 那形成的这个空间美学 非常的优美 而且呢 它可以训练一个人的耐性 然后用心 所以我们说呢 孔子在数尔篇里面 文语的数尔篇里面讲说 自一道聚一德 一一人有一意 那其实在有一意中间呢 不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舒凡 跟长养自己的精神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训练自己的内涵的一个过程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 这个那个 我们称为煞 把它放在这个竹子里面 其实在卡这个煞的时候 它并不是太容易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因为 这个竹子本身呢 它因为它的那个 整个竹子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它每个角度 只要稍微角度一换呢 这个煞可能就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把它卡上了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里面 把这个煞给卡上了 那这个煞呢 一般来讲 我们最好坐在这一个 我们要插花的这个地方的 八分高到九分高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称这种煞为阿字煞 因为刚刚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阿字型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来插作这一个桶花 好 那我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呢 我用了 我选用的是松 因为呢 我们这个竹 然后本身具有非常温能的意象 所以我就选用松跟竹 这样两样的花材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昨天大的花式 那虽然是炎炎的夏天呢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花式有好多好美丽的松 而且都非常的苍翠 所以我们说 松柏不雕与碎寒 它不只是不雕与碎寒 其实在炎热的夏天呢 它都是特别的苍翠的 那首先呢 我把买回来的松针呢 它会非常的散乱 非常的没有精神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松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 可以让这个松针呢 感觉上比较不是那么的乱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个松的上面呢 我加了铁丝 比如说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上面呢 我用了这个 这个十八号的铁丝 然后上了 把它先 比如说我大概知道 因为它本来是一支很直的枝 那我把它先上了一下铁丝 因为我等一下把它弯起来 而且我要 我要让它呢 是这样子 能够离开这个 这个桶壁 然后能够这样子擦立起来 所以我必须要 稍微折肢一下下 那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边已经稍微 已经上了一下铁丝了 那我用了最 最初的铁丝 因为这个松针本身 非常的脆 而且它呢 是一个 很重的一个花柴 因为它上段的这个松针很多 所以我需要加 比较多的铁丝 那我再加完铁丝 之后呢 我上一下这个 Tap 因为这个Tap 上上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韧度 就会帮我把这个 我要折下去的这个力道呢 可以和缓一下下 那这样子 我们在折肢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断 那我把它加一下 这样的一个 这个 咖啡色的Tap Tap有两个功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折肢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 松枝比较不容易断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它可以修饰掉 我们家的铁丝之后的一种 一种美感 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让那个 那个 枝呢 就是我们说 那个针露出来呢 感觉上比较不好 所以各位阿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这样子加上Tap之后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 折出我要的这个角度 好 那我把它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 稍微的把它固定一下下 让它是可以这样子立起来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花器本身 如果它桶的深度很深 然后就可以插进去 比较多一点点 那如果桶的深度本身 不是太深的话 那我们在插座的时候 就会 比较不好固定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只松呢 把它先固定 让它立起来 那我们再把这一只松 给固定好之后呢 因为它的松的那个 分量太重了 那我们知道呢 那个桶花呢 是 起源在五代的时候 也就是 在五代的时候 然后那个 起源在五代这个时代 那桶花呢 它是非常 文人花的一个花 所以我们知道 桶花很重要的 就是一种线条的美 所以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插得太 太多太重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这个 这个整个松针呢 做大量的一个修建 把它整个 松的一种线条的美 跟骨干的感觉 就是表现出来 因为文人很注重 一种风骨的感觉 所以不要那个比例 就是整个的感觉 不要太重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松针的 这种气质跟味道 给表现出来 那我在下格筒 插了一只这样的一个 使枝之后呢 我在上格筒 做有一点点平出的一个角度 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松的一个平出出去的感觉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刚好这一只松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平出的一个角度 那我也让它的量 稍微的减少一点点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 很美的死跟刻的一个空间 那接下来呢 我配合这个松呢 我选用一朵这样的 哨药 这种粉色的一个哨药呢 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那以我们这个比例来讲 我们说 中华花艺的 使刻竹是七五三的比例 好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煮花呢 大概插到三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三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好然后呢 我稍微的把它 让它煮花是有一点点 难面而亡的感觉 好那这个草药呢 因为如果我这样子直插的话 它也比较没有办法 表现出这个 它的花龙的一个美 因为我们说 插花呢 除了花形之外呢 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样去 把花龙的一个美表现出来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草药呢 也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 折肢 因为我把它花龙 这样子往下往南折 那它就能够 比较把它的花龙 可以表现出来 好那我把这个草药呢 让它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那那个配合这个草药呢 我以 这个电讯蓝叶 来做它的鸡盘 因为我们在插一盆花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一个鸡盘的一个运用 那鸡盘最主要的功能 我是用它来衬托我们的竹花 送我们的竹花 让我们的竹花呢 有一个依靠的一个感觉 那我在这个 这个上隔筒的后段呢 我来加一个深度的感觉 让它有一个后段的松 那我把刚刚剪下来的这个松呢 让它拉一点点后段 这是我们非常标准的一个 竹花的一个形式 好我让它一点点后段 还不会觉得只有一只 一只那个 一只这个死枝而已 好然后我做一下下它的 另外一片叶子做一下它的 也做一下它的后段 让它有深度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插到这边呢 我就可以准备一个横格萨 把这个桶呢 把它固定一下下 不然它现在因为 它的阿兹萨会动 那我来找一个横格萨 那我接下来就找一个花材呢 来做它的横格萨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所谓的横格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枝材呢 那做它的这个地方 把它从这边把它扣起来 扣起来 那它整个只脚呢 就会收紧 只脚收紧 收紧就看起来整个花形呢 就会好像一把的感觉 因为整个花如果只脚太散呢 感觉上就比较没有这么的美 好所以我先把横格萨 给扣起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再来增加 我上面的这个作品 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有松嘛 然后我加一点点的薄 但是不要加得太重 让它感觉上夏天呢 有一点点感觉上蛮轻盈的 这种感觉 好然后我加一个薄 来修饰一下它的这个支角 好先放一次这样的薄 好那因为我放了横格萨之后呢 那就感觉就特别的好擦了 因为那个横格萨可以帮我 把整个作品的力道给集中起来 好这个薄呢我让它不要太长 因为还是以键道双为主 好那我在上格桶的地方呢 我也加一朵这个树心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奥姆萨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个上面呢 加一点一支这样的一个树心蓝 这样那这个白色的颜色呢 在夏天感觉上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的美 好我把它加一支树心蓝 但是我希望它的长度呢 不要太长 因为不要高过我们的主花 就是我们的勺药 好那我 因为这个树心蓝每一支 如果是我们台湾local的这个 兰花树心蓝呢 它就有很多崎岖弯曲的地方 可是现在到了夏天呢 台湾的树心蓝 大概是在每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 才会有 那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些进口的这个树心蓝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树心蓝呢 做我的腹花 就是辅助这个 辅助这个上格桶的 分量的这个花 好 辅助它的一个腹花 好 稍微再调整一下姿态 让它美一点 然后我们在后段加了一片这个叶子 大片的叶子 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平衡作品 因为我们的主花 它四十五度往前倾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腹花呢 就让它守住后段的这种感觉 好那各位奥奥布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 这样的一个少要为上格桶的这个珠花 好那我在下格桶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如果我先插了下格桶之后呢 我的上格桶会感觉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插 那我现在把这个上格桶大概插了 完成的一个部分之后 我开始再插我的下格桶 我们知道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最好能够有上段中段跟下段 那这一支花材本身它就有上段跟中段了 所以我在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再选一个下段的一个花材 好那我 我就选用这一支的松 因为这支松挺美的 而且它也有松果 好那我在这里再示范一下这个松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刚刚我折了那支大支的松 我没有做一个详细的示范 那现在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要折这支小支的松 我就是把它用我的22号的铁丝 好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剪了一个我大概要折出去的地方 然后我把这个铁丝放在上面 放在这个要往下折的这个上面 然后我再用一个24号的铁丝 把它绕一下下 这样把它绕一下 然后把它绑起来 绑起来 好然后呢 我做三段的一个捆绑 所以呢 在这个插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在捆绑中呢 也是学习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 好我把它上下做了一个 这样的三段的一个捆绑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松本身呢 要长出很美的一个松果 好那我一般都会告诉我们的学生说 把它靠在你的桌角 然后你就慢慢的把它折出来 好那它就会折出一个角度出来了 好我再给它上一下下的这个tap 好让它可以看起来 比较比较优雅一点比较美一点 不会看到很多的这个铁丝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中呢 我们分享了比较多的这个 插花的一些技巧 因为有很多的爱花菩萨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多学一点点 这个插花的这个技巧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很美的一个修饰 好那我把这一支拿来做我松的 我这一个花材的这个下段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运用 那在这个同时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也找一个花材 稍微把它做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过来 那我把它卡过来之后呢 我的下格筒的这个松呢 就可以稳定住了 那我把这个横格萨呢 给固定下来了 那各位爱花菩萨就可以看到 这个桶花呢 它就蛮有特色的 虽然还没有插完 但是我在这边先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它有所谓的上中下这样三段 我们插花的时候常常说呢 我们要插出三段三井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松针呢 刚好可以做出一个很美的 上中下三段的一个效果 好那因为整个是比较属于翠绿色的 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加一支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小鳞头 因为小鳞头这个花材呢 我把它插进去之后 让各位爱花菩萨也可以欣赏一下 就是它这个花材本身虽然是一个叶子类的东西 但是它很有效果的 因为它呢 插出来之后呢 就会好像很自然的这种散开 而且它的颜色很美 而且很有动感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 就是刚柔并济综合之美 松的这个插座的过程中 我们要加一点点柔汁 就像这个小鳞头一样 它柔柔的细的这个飘动的感觉 那可以带动整个作品的更好的一个意境 好那我在下个桶的地方呢 我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迷迷的向日葵 极客类的植物 所以我用了这个迷迷向日葵呢 来做这个下段的这个煮花的一个运用 好那我们试一下吧 试试看用个两三朵的这个迷迷向日葵 好我先用一朵的向日葵 那因为我们少要呢 它是属于比较淡色的 所以我在下格的地方呢 加一点点亮度比较高的副主花 好那我们再加一只 再加两只的这个向日葵 好再放进一只这样的一个向日葵 好那我们这个向日葵呢 让它很自然的向前跳出来的感觉 好那这朵向日葵呢 它虽然没有 就是它的花这个花的这个花蕾稍微的脱落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运用 就纯粹是以这个 这个它里面的这个芯为主 我再放一朵的这个向日葵 好因为我们刚刚把那个横格萨做上去之后呢 那整个桶的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所以就会要慢慢的去插住它 好那我在下格桶的地方呢 也加一点点的薄 来做收它的这个鸡盘的这个地方 加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薄 因为肢脚现在看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的乱 所以我把它用薄呢 把它收一下下 它就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其实这个鸡盘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因为鸡盘如果你擦得很好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 整个作品看起来就会非常有力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们把这件那个桶花给擦好了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桶花 就是我们说呢 统众婉约兰桂端庄 那桶花讲究的是一种线条的一个优美 那我们今天就有这样很 很古雅的一个桶 那插作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花艺的作品 是一种线条的一个桶花 好那相較於前面的那一個竹筒呢 我們在插座一個這樣的一個 非常小巧典雅的一個小竹筒 那這樣的小竹筒呢 受到很多人的喜歡 因為它可以用在很多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在做茶席的空間 或者香席的空間 或者在我們布置任何一個 角落的一個空間都很適合的 那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 我在上下呢一個做了一個阿智的薩 阿智的薩這樣子用它來固定 那擦花呢擦起來它的感覺特別的好 好那我們剛剛還忘了介紹 其實這個筒有所謂的前宮跟後宮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前面的部分 隨著阻止了在自然的生態的生長的時候呢 向陽的這一方面我們稱為前宮 那比較背對著那個太陽生長的這個部分 我們稱為後宮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一般來講後宮會開比較小的一個洞 那前宮會開比較大的一個洞 好那我繼續用前面的這個松的一個感受 來擦座 因為呢那個我們用竹子來擦 然後上面擦上松 然後就有一點松跟竹 那自古以來我們講梅蘭竹菊 或者松竹梅這些花合在一起擦呢 就特別具有一點文人的一種意象的感覺 好那我讓這兩隻松呢 有一點點做上下的一個呼應跟對稱的感覺 各位阿哈佩薩師 感覺這樣的一個竹筒 插座的這個花呢 感覺上非常的有意境 好那我有一隻這樣子的小隻的一個 加多卡多利亞蘭 我用它來做我今天的這個作品的這個主花的這個部分 好然後我用了一片這樣的一個佛手儀 來做這個這個雞盤 好讓這個隻腳再稍微的 集中一點點 那我們在擦這個桶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呢 希望它的這個這個 它的這個隻腳呢 就是大概是兩指左右的這個高度 好然後我在後段呢 再加一點點的這個活隻 我只來襯托這個這個這個蘭花 好那我再做一個橫格上 一樣再做一個橫格上 把它固定起來 那它的整個隻腳就可以 可以完全的收起來了 好我再我再顯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我這樣的一個隻 然後我把它剪掉 然後呢稍微讓它一點點這樣彎度 然後我就把它卡在這個桶裡面 好它有一點點太長了 太長就要彎曲得很厲害 那彎曲得太厲害的時候呢 就會它這個橫格插就會斷掉 所以我們會發覺這個學佛 就像在那個42章經裡面講的 就是說學佛跟插花一樣 然後就是不可以太鬆也不可以太緊 所以在這個鬆緊之間呢 你要抓到非常的適合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橫格上 如果它太就是太長了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整個質感卡得很緊 那如果太短了它又長度又會不夠 好那我把這個花跟這個葉子呢 之間做一個調配 好那它的下格桶呢 我就不想要再擦花了 因為這個鬆本身呢非常的蒼翠 我就把主花擦在上格桶 那我們常常說中華花衣的構圖 主要以史克竹為主 那我等於用這支鬆平出做事 然後這支鬆呢有點傾斜做客 然後這個加多利亞蘭呢做竹花 所以形成這樣的一個 很有很具有文靈意象的一個桶花 那願此香華片滿十方 供養三寶 復法隆天 普勳眾生 共入佛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沒有夢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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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